Hello大家好,我是小屋,欢迎回来到东方托邦 2019年今年1月份对于广大男性同胞来说 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肯定就是看亚洲杯了 2019年的亚洲杯比赛将会在1月5号开始 在阿联酋的四个城市八个体育场举行 今天小屋就为了喜欢足球的广大少男少女们 准备了一期特别节目 咱们都知道国足一直是中国的一个痛点 但是为了国足的发展 中国还是自己不断地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马切洛里皮在中国南部的综合年薪 已经高达2000万欧元 而且在去年9月份 中国足协宣布荷兰籍的教练西丁克 将出任中国U21男子足球队的主教练 但是小屋呢今天不想跟大家来聊中国足球 想来跟大家聊一位韩国的足球界明星孙星银 韩国的国家队主教练保罗本拓曾经自信满满地说过 这次阿联酋亚洲杯韩国是否能夺冠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孙星银的一个状态 作为韩国队的头号明星啊 孙星银将会在亚洲杯小资赛的第三场 也就是中国队和韩国队对决的时候 才会回归到韩国队跟球队会合 在1月14号对阵漫廉之后呢 孙星银将会乘坐8个小时的飞机 以及几个小时的车程赶往韩国的营兵 不知道经过车马的劳动 孙星银能不能快速地从疲劳跟恢复达到最佳的状态 孙星银呢被称为当今足坛的亚洲一哥 在去年亚运会韩国男足决赛胜出以后呢 孙星银也抓住了最后的免服兵力的机会 在他职业生涯最关键的时候 跨过了服兵力这样一个天长 同时身价也飙升三倍 目前孙星银的预测身价在1.2亿欧元 也就是1338亿韩币 那大家有没有曾经好奇 是什么造就了这样一个世界级的足球选手 这还要归功于孙星银身后24小时 跟随他的父亲孙雄正 孙雄正曾经在1985年到1990年之间 担任韩国足球联赛的前锋 但是由于一次意外 他的后脚跟跟腱受伤 就不得不在28岁年纪轻松的时候 放弃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后来孙雄中的次子 也就是今天的足球迷信孙星银 从小就表现出来对运动的兴趣 这让孙雄正感到非常欣慰 也让他隐约感觉到 自己的梦想可能有一天 可以通过自己的孩子来实现 作为前国脚的孙雄正 他推崇的是一种竹林教育的理由 也就是说 如果你想要保证一片竹林能够健康成长 就要保证每一颗竹子的根基 都得到合理的发育 一颗竹子的成长周期为5年 在这5年中间你要悉心呵护竹子的根部 保持耐心 不能让竹子的根部受到任何的损伤 这就有别于韩国其他足球明星的成长道路 要知道在15岁之前 孙雄明是没有参加过任何正式比赛的 他每天就像少年四年的武林高手一样 每天要坚持6个小时的基本功训练 但是很多现在的韩国国脚 在当时都已经在梯队或者是学校里面打出了名气了 为了训练儿子的基本功 孙雄正要求儿子 就是小孙星明每一天坚持用双脚练习射门1000次 跳成5000下 就是这样的一个魔鬼信念 造就了今天可以用双脚进行射门的 亚洲一哥孙星明 而且父亲孙雄正的一个观念是 一个好的足球队员 在彻底接受了传球射门控球街球等一些技术细节之前 是没有资格上场参加比赛的 只能在场边的角落里面训练自己的基本功 在孙星明16岁的时候呢 父亲孙雄正果断的送他去欧洲参加了汉堡俱乐部 而且更显为人知的是 父亲孙雄正竟然跟着孙星明到了欧洲 在训练场的旁边住了下来 每天早上孙星明参加训练的时候 孙雄正会和孙星明一起训练 在球队的集体训练结束之后 孙雄正还会给儿子加恋 了解韩国文化的朋友都知道 在韩国啊 掌幼尊卑是非常严格的 有这样父亲每一天的贴身监督 小孙星明想偷懒都不行 而且除此以外 孙雄正给儿子孙星明良好的家庭教育 让他的性格非常的开朗 时时刻刻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所以不论在德国还是在英国 他通常能够很快地融入球队和队友打上一片 在父亲的建议下呀 孙星明刚刚到达德国的时候 就开始自学德语 孙星明的性格也深受教练的喜爱 他从来都不会跟主帅产生矛盾 而且即使是在自己状态很好 但是由于球队的突然辨证 而被迫做冷板凳的时候 他也不会有所越言 训练依旧十分努力 耐心地等待机会 而且孙星明的父亲孙雄正呢 为了培养韩国青少年足球的发展 还自己投资了120亿韩币 创建了韩国的青少年足球培养中心 为那些喜欢足球热爱足球的青少年们 提供免费的系统的培训 所以真是古有孟母三千 竟有孙父魔鬼训练 不知道中国对什么时候 才能培养出这样一位亚洲一哥呢 那么最后1月16号的 中国和韩国亚洲 为C组预选赛 大家觉得谁会胜出呢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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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